这天是兰皮尼悲心女子学校 全体师生期待的一天 因为他们即将有两辆新的校车了 现有的一辆校车 只能载到学校方圆十公里内的学生 住得近的学字还能步行或骑脚踏车上学 但住得远的学字就常因路途遥远而失学 有了慈祭赠送的两辆校车 南平尼学子的求学路从此不同 我们现在买到买鱼 我们来做第二次旅行 我们在买鱼 我们来过三个步骤 我们来到买鱼 我们来买鱼 我们来到买鱼 我们来到买鱼 这点已经是三十分钟 我们现在到了买鱼 我们在买鱼 我們家附上和家, 都正在 Candy你的家 和家に在一起搬亂對他們的皮膚 所以在一起, 看到這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很喜歡這裡的人 我們甚至會想要出去 我們會想要出去 說真的,我們是很高級的 所以,我們有很多照顧 我們會帶來兩個孩子的領地 他們的計程都會看到 他們的計程都會看到 我們是非常好 我們有一個計程的考驗 我們要來烏的計程 我们在五岁的学校 在五岁的生命中 我们在五岁的学校 我们在六岁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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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心女子学校创校的初衷 是为了让女子也有受教育的机会 现在有了此季校车 就能让更多女子安心求学 透过教育改变人生 大海新闻 无难看 由你知 尼泊尔报导